今天下午的比赛,由北区淡江校友队出战南区台南市队,这场比赛打得相当的精彩,上半场三分钟的时候,南区罚进了三分,下半场二十五分钟的时候,在郑集团的北区犯规情形之下,南区踢进,同时又罚起游,得到三分。 北区由于没有攻门的机会,因此南区最后以6比0击败了北区。这项比赛一共有三个队参加打循环战。